撞鬼 所有人都觉得 这闹鬼的时候一定像电视 电影里那样 起起残残 苍苍凉凉的 有恐怖的场景 有害人的环境 还有曲折离奇的经过 其实啊 这都只是影片里 为了渲染和烘托气氛 增加恐怖的效果 才刻意杜撞出来的 其实呢 人和鬼 总是接踵而过 并肩同行的 实际上 也许在你不经意间 已经经历了 一次撞鬼的过程了 只是人鬼之间 如果没有缘分 就算相遇了 也会井水不犯河水的 擦肩而过罢了 不相信 如果你运气特别极端 要么是很好 要么是极差 又或者 当你的脑电波 和鬼的频率相同 或者呀 折二折 前世今生 注定了一场缘分的话 他一定会给你 留下一次 今生难忘的经历的 那是2014年的暑假里 家里人呢 都出去旅游了 那段时间 我实在是因为 无事可做 闷得慌 只好白天泡在棋牌室里 和人家搓麻将 而晚上呢 就在网上逛股市 实在是有些 玩物丧志的感觉 不过呀 别人倒是挺羡慕我的 说当老师真好 每年呢 都有大把的时间休息 在家天天睡觉 躺着呢 也有工资拿 那段时间呢 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的手气特别的好 一连半个月 打牌就没输过 打一场 赢一场 反正啊 和什么样的绝章 都可以自摸 让跟我同桌的几个人呢 是哭笑不得 不光是打牌 这做别的事情呢 也出奇的顺利 总之啊 就是人红的发烫 尤其是财运 手里头的股票 刚刚抛出去 就开始大跌 一些冷门的股票 试着买了一些好玩 结果买那只 那只啊 立马就开始疯涨 简直就像股神一样 只怕是巴菲特见了 都会自愧不如吧 连我自己呢 都有点不相信 眼前的现实了 一切就像是在梦里 仅仅十五天 我算了一下 我赚了近六位数 于是呢 我就打算庆祝一下 就鬼使神差的 独自去了一次 平日里 从来不会去光顾的酒吧 其原因呢 是我根本是滴酒不沾的 喝杯啤酒就会醉 吃甜酒 脸都会红的人 不过呀 不知道那天为什么 居然一时兴起 喝了三杯鸡尾酒 当时什么感觉 实在是记不清了 可能是人风喜事 精神爽吧 反正还好 没醉 也没有什么不舒服 只是走路有点飘 有个女人呢 走过来跟我搭讪 说实话 我不习惯在那种场合 和女人交流 尤其是女人主动 我很不习惯 但那一天 可能是酒精在起作用 也可能是心情很好 我居然没有介意 和她聊得很热 她呢 长得的确不错 很丰满 有成熟女性的风韵 估计是男人呢 都不会拒绝 和这样的女性聊天吧 我们聊了很久 也很投缘 说实话 在那一刻 不知是酒精的作用 还是自己 确实有些喜欢上她了 我的心里 有点蠢蠢欲动了 没有什么不可说的 因为呀 这又不是什么 见不得人的事 马克思说 人一生的爱呀 不会只有一个 会有一次两次 甚至更多 后来我送她回家 但是到了楼下 她怎么也不肯 我送她上楼 只是告诉我 自己住在306 临别的时候呢 彼此留了联系方式 我才知道 她叫刘丽 我承认 当时 我有过一念 非粉之想和邪念 但是 我可以肯定地说 即使当时跟她上楼 我也绝不会发生任何事 人之所以为人 就应该遵循最起码的道德 如果理智战胜不了兽欲 那和动物就没有什么区别了 这回家以后呢 我又在网上跟她聊了很久 她才告诉我 她和丈夫刚刚离婚 现在是独身 她呢是酒吧的常客 平时去酒吧 是为了打发时间的 这次 是为了散散心 找个合适的人 清吐一下心中的不快 我不喜欢酒吧 但是呢 并不排斥去酒吧的女人 因为呀 人有选择自己喜欢生活的自由 我也不是经常去棋牌室打麻将吗 我想到 这我就是她想找的倾诉对象嘛 不免有些觉得荣幸 后来的电话交往中啊 我又知道 她是因为家暴 和丈夫有了外遇 才选择离婚的 她和丈夫离婚以后 丈夫呢 还会经常来骚扰她的生活 甚至啊 会对她拳脚相向的 她呢 是一个外地女人 是在工作中与丈夫认识结婚的 在本地 她举目无亲 一个人孤苦无依 这让我心里 不由地产生了许多 对她的怜悯 以至于呀 有种想保护她的感觉 甚至我也不否认 自己有一点爱上她了 但我知道 我给不了她要的 甚至我只会给她更多的伤害 所以呢 我刻意地保持着和她的距离 坚守着自己最起码的道德底线 不和她见面 只和她隔空聊天 之后的日子里 她几乎天天都会跟我打电话 或者呢 是在网上跟我聊一会儿 虽然没有再见面 但听得出 她的心情呢 在一天天地好起来 这让我替她高兴 我希望啊 看见她发自内心的笑 我想那一定很美 日子过得很快 一眨眼 一个月就这么过去了 学校呢 也快要开学了 我也即将要忙碌起来 但我打算即使再忙 也要保持和她的联系 我更期待着她走出离婚的阴霾 重新开始新的生活的那一天 可是呢 她突然再也没有打电话给我了 网上也找不到她的身影 我的世界一下子安静下来了 也许是被什么事给耽误了吧 空虚的我呢 一直等到深夜 此时我才感觉到 每天接她的电话 我已经成为戒不掉的习惯了 第二天 第三天 一个星期过去了 依然没有她的声音 收不到她的任何消息 甚至手机也关上了 哪怕一句问候也好啊 我开始抓狂了 也在努力地思考着 回忆着 是不是在言语上 对她有所冒犯 她才会不和我联系的 我没有心情处理任何事情 是不是她的前夫又 我开始胡思乱想了 开始满是对她的牵挂和担心 我要去找她 一个冲动的念头 就此萌生了 凭借着酒吧那夜的记忆 我来到印象中的楼下 三零六 三零六 我急不可耐地 飞奔到她的门口 试探着敲了敲门 果然没有反应 不过我还是不死心 开门 开门 此刻呢 我多么希望 睡眼朦胧的她 从门缝里 探出头来 终于啊 门响了 不过是隔壁 哎哟 小伙子 你在这里做什么呀 那一家早就没人住了 一位老奶奶 从门缝里走出来 对我呢 抱以诧异的目光 她告诉我 原先呢 是一个年轻女人 一个人住在这里 好像被什么老板 给包养着 房子呀 也是那老板 给她买下来的 原先呢 有个中年男人 会经常来找她 男人看起来 很有钱的样子 应该呀 就是包养她的人 不过三个月前 就很少看见男人来了 一个月前 女人也不见了 说这些话的时候 她言语间 仿佛在 有意地暗示着我 要我呢 不要淌这淌浑水似的 也听得出来 她对包养这种 有违伦理道德的 事情的鄙视和不屑 这怎么可能啊 明明一个月前 我还签字送她回来过呢 我说道 你是不是走错了 老奶奶看我很急的样子 于是呢 关心地问我 我们这栋楼 隔音不好 我睡得又浅 对门有人开门 我不会不知道的 不如啊 你再去别处找找吧 怎么可能找错呢 这里啊 总共就这么一栋楼 那你找的人叫什么名字呀 他长什么样子 你确定 他住在这里吗 老奶奶呢 见我没有离开的意思 就问道 刘丽 于是呢 我把自己知道 关于她的情况 都说了出来 此时 我就看见 老奶奶的脸上 明显不自然地 闪过一抹恐惧的身色 她面色 她面色骤然变了 触发了我内心的不祥的感觉 哎 果然呢 老奶奶之后的话 让我如雷灌顶 不寒而栗 小伙子呀 你们年轻人呢 总是冒冒失失的 什么都不相信 什么都不顾 天不怕 地不怕 别不相信 赶快走吧 这间房子 在闹鬼呀 随后呢 老奶奶说 从那个女人消失以后 这间屋子里 一到夜里 就能听见 有女人在哭 那声音呢 听得人毛骨悚然 而这栋楼的人都知道 都听见过 有回来晚的 还在楼梯间撞见过 所以这一单元的人 晚上没事 是不出门了 即使出去 也会早点回来的 这楼上几户 上夜班回来晚的 夜里下班呢 都不敢一个人 从这里经过的 每天下班 都是结伴同行 要么呢 在公司里 待到天亮才回来 年轻人哪 好自为之吧 唉 老奶奶说到这里 摇着头啊 就走进家里了 关上了门 再也不出来了 老奶奶没骗我 在楼下 我又问过几户楼道的住户 他们呢 不约而同的 只要听见我问306 都脸色大变 多瘟疫似的 唯恐避着不及 多问一句都不高兴 就像一只被踩了尾巴的猫 对 还有酒吧 他不是告诉我 他经常去光顾 那个地方吗 我依旧不死心 有目标 就意味着呀 有希望 我不是不信鬼神的人 只是呢 我不太相信 这市井之人的流言蜚语 晚上 我第二次走进酒吧 结果老板也说 一个半月前 刘丽在他那里啊 喝得是酩酊大醉 哭了一场 最后 还是他打样后 亲自送刘丽回去的 不过 从那以后呢 就再也没看到他来过 我依旧不死心 老板呢 是个不错的人 于是调出我上次来酒吧 喝酒的监控视频 此时 一个让我崩溃的事实 不得不让我承认了 自己呢 真的撞鬼了 因为视频里 从头至尾 都是我一个人 在吧台前 自言自语 有说有笑 手舞足蹈 旁边的人呢 像是看外星人一样 看着我 议论纷纷 哎呀 看 那一个人说话的 神经病又来了 你哪儿呢 呢 在收银台和老板说话呢 两个酒吧的常客 在我身后 窃窃私欲 在去那栋楼的306 我带着警察一起去的 打开门 屋里臭气熏天 令人作呕 是的 流利就在家里 尸体就躺在床上 盖着被子 腐烂的 已经看不清表情了 是的 已经死了快两个月了 他是自杀的 因为对死者的尊重 我不打算再提他 生前的生活 死者为大 也算给大家留下一个 良好的形象吧 那晚的梦里 我再次见到了他 他一袭白色长裙 在一条看不到头的路上走着 然后回头对我笑了笑 仿佛很开心 样子很美 鱼鬼赌博 世上究竟有鬼吗 很多人都会问这样的问题 科学断定是没有鬼 可是无论古代还是现代 总会有很多灵异事件发生 这是科学无法解释的 甚至有些人呢 自称是见到了鬼 还绘声绘色地描述出鬼的模样来 鬼的容貌 总是那样的阴森可步 可能是因为死时的痛苦 所以模样啊 自然会扭曲吧 当然 自称见到鬼的人 有一大部分是危言耸听的 可是有些人说的 却是真的 我呢 也很想知道 这世上有没有鬼的出没 着迷研究此事 对见鬼的人进行了很多调查 下面我叙述的就是一个真实的遇鬼事件 那是一个冷冬 滴水结冰那种 我踏着支压支压的积雪 走进了疯人院 我此次来的目的呢 只有一个 找到黄阿四 听人说黄阿四啊 真的见过鬼 而且啊 是鬼 把他给逼疯了 我出于强烈的好奇 想弄清楚这事情的原委 行了很远的山路 才赶到了这里 院里听说我是记者 很热情 一个戴着金丝眼镜的大夫 接待了我 可是啊 我和大夫呢 一打听黄阿四 他就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 仿佛啊 是见到鬼了 上下打量我半上才问道 你是他什么人啊 怎么现在才来找他 我被问愣住了 随即说道 我是他的一个朋友 可以来看他 他还好吧 大夫大然的说道 死了 他已经死了一个多月了 我一听 是又惊讶又失望 看来这次啊 白跑冤枉路了 可是呢 听大夫又说 黄阿四在临死的时候 曾经说过 如果有人来看他 那人呢 一定是索命的恶鬼 黄阿四还说 他会把欠的钱呢 还给这个鬼的 我呢 听的是一头雾水 不知道如何作答 好在呢 大夫替我解围 嘿嘿 一个疯子的话 是信不得的 不过呢 他截然一身 从来没有人看过他 你把他的遗物啊 带回去吧 我怒怒地应了一声 这黄阿四呢 一声孤苦一忍 想来也没有什么稀奇的东西 正在琢磨着 突然呢 眼前的东西 把我吓了一跳 一个黑色的纸包 骨灰盒大小 边角呢 已经破损了 露出一叠发黄的纸钱 阴气森森的 我不由得呀 打了一个冷战 大夫一看 淡淡地一笑说道 嘿 如果你不要 我们就把这东西给销毁了 也许呢 是出于好奇心 或者是不甘心 我立刻说道 我要 东西我带走 我拎着这东西 像拎着一个炸弹一样 不敢再多看一眼 匆匆地告别而去了 我临走的时候呢 大夫一再地嘱咐我 如果你要写什么报道 千万呢 要把我院的严谨作风 和对病人的负责态度 给加进去 现在我的心思呢 都在包裹上了 只是含糊地答应着他 这是一个深夜 我之所以选择此刻 打开这个神秘的包裹 是不想让人知道这件事 我扎着胆子 不知道什么原因 手抖了起来 这心呢 砰砰 狂跳得厉害 包裹呢 捆得很紧 拆了半天也没有打开 这心中一急 用力一丝 啪 包裹果然怦然而开了 纸钱立刻满屋子飞扬 我心中一紧 感到前所未有的恐惧起来 细一看 还有很多较大的皇旨 速速地落下 我随便抓起一张 一看 心中一喜 竟然是手稿 黄阿四的手稿 我赶紧把这纸张呢 整理成一搭 借着暗淡的灯光 读了起来 一行行扭曲的文字 映入我的眼帘 我黄阿四 不知道造了什么孽 会摊上这种事 本来打算把这件事情 带进棺材里 因为说出来 没有人相信的 可是 还是决定倾诉一下 如果没有遇到有缘人 就当我是自言自语吧 1975年 7月13日 这个日子 我刻骨难忘 就是这一天 改变了我的一生 这是一个灶热的夏天 因为家里不让我赌钱 让我的一个朋友监视我 在这个朋友家里 我赌印上来 烦躁不堪 我喝了很多酒 来消磨时间 深夜才从朋友家里出来 跌跌撞撞 正往前走着 这一阵刺骨的阴风打来 我不禁打了一个寒阵 往四周一看 原来这儿 是一片荒坟林立的坟场 几经无声 却暗影闪动 我呢 也算是一个胆大的人 可这时 也有些脑后起鸡皮疙瘩了 不由的脚步加快起来 恨不得马上离开这个鬼地方 脚下高低不平 就像踩着什么异物 就这样苦爱了很久 心中暗骂 这片坟地怎么这么长呢 这心是越圆越紧了 一个不留神 脚下一滑 整个人滚下了山坡 我抱着头 身体不停地碰撞 耳边呢 竟隐约听到了嬉笑声 突然 一个大石头把我拦住了 撞得我是头昏眼花 浑身巨吐 眼前迷雾重重 里面人声嘈杂 我锦璇的心呢 一下子放松下来 赶紧向人群走去 寻找安全感 我呢 往人群里一钻 立刻来了 精神了 他们竟在赌钱 今天我太走运了 二话不说 我掏出钱来高喊 算我一个 算我一个 我一看呢 是推拍久的 这是我拿手的呀 再看这帮人 都是臭牌篓子 脑子就一根筋 不一会儿啊 我就赢了很多钱 这帮人是咬牙切齿 却奈何不得我 只是呢 不停地夹住 我才不怕他们呢 今天呢 我是大小通吃 让他们输到姥姥家去吧 我呢 连看他们一眼的时间都没有 这时 我的眼里 只有牌就合钱了 这帮人呢 果然疏红眼了 有个人说话 声音沙哑 这声音呢 就像杀猪声一样 很是高大 没好气的呀 向他身边的小子吼道 你小子 敢偷看我牌 我吃了你 这小个子呀 吓得浑身哆嗦 连连白手 没 没有 我发誓 我真的没看你的牌 这高大的家伙 立声说道 出息了 还敢顶嘴 这拉着小个子 就拖到了偏僻的角落里 接着呀 就听到一阵 从未听过的 淒厉的哭喊声响起 吓得我呀 当时就打了一个冷战 久就醒了大半了 细一看这帮人 竟然穿的呀 都是古代人的大袍子 有乌黑的 有雪白的 脸上是一层雾气 都是一张啊 死去沉沉的脸 没有一个人 关心这痴人的事 再看那个大个子 余怒未消地回来 嘴里呢 竟然刺着两个獠牙 这嘴里面呢 不时泛起一阵白烟 我的毒瘾 一下子烟消云散了 我带着哭腔说道 不早了 我得回去了 说着呢 我撒开腿 多路就跑 这帮人哪肯放过我呀 边追边怒喊道 赢了钱就跑 我碎了你 我当时哪还敢停留啊 恨不得长出翅膀来 飞离此地 忙不择路地狂奔着 可是呢 跑了很久 却发现总会跑到原地 这难道 就是人们口中说的 鬼大墙吗 我在挣扎呢 显得越来越脆弱了 几乎要绝望起来 我正往前亡命地跑 突然呢 看到前面的树上 吊着两个人 身子呢 随着风飘摇着 这脖子上的绳子 已经勒出血了 两张惨白的脸 表情痛苦之际 他们看到我跑过来 两只眼珠子呀 竟然闪动起来 两声尖笑 从树上跳了下来 咱们不当秋千了 和他玩玩吧 哈哈哈哈 说着呀 就向我扑了过来了 我极力挣扎着 试图摆脱 可是啊 四肢尖利的爪子 刺进了我的肉里 染红了一山 一股剧痛 让我几乎昏厥过去了 偏偏这个时候 那些穿着黑袍和白袍的 索命鬼奔过来 纷纷喊道 给我们留块肉 不然连你们一块吃了 这两个吊死鬼呀 显然是怕急了 推开我 刹那间就化作两道烟雾消失了 我亮枪着身子 向前跑了几步 接着眼前就是一黑 栽倒在地上了 清楚地看到这帮人 身子飘在地面 躺着口水 慢慢地向我逼了过来 我暗想 完了 就在这千军一发的时候 一声攻击的啼叫 惊得这些人凹的一声 都化作烟雾消散了 我呢 拖着伤痕累累的身体 好不容易回到家中 倒头就睡 正在睡梦中 忽然呢 感觉有人在我的耳边 阴阴地说道 赢了我的钱不还 我早晚弄死你 我当时被吓得呀 一下就惊醒了 坐在床上 惊恐地环顾四周 什么也没有 心中呢 稍稍安定了一些 默默地安慰自己 昨天一定是喝多了 从山坡上滚落下来 做了一个噩梦 一切都没事了 可是呢 自己感觉口袋里 鼓鼓囊囊的 掏出来一看 一下子就瞎傻眼了 竟然是一打厚厚的 死人用的钱 从那一夜起啊 我每日战战兢兢 生活在惶恐之中 逼得要疯掉了 见人就发怒 心中呢 总有一股无名的怒火 无法地发泄出来 亲朋都远离了我 我变得更加的孤立无助了 这一天呢 我实在是太疲倦了 浑浑噩噩地睡着了 忽然感觉自己走在一个很恐怖的地方 到处都是张牙舞爪的触手 各种奇异的大嘴 吞噬着周围的任何东西 我吓得狂跑起来 脚下边的是无边的沼泽 让我举步为奸 突然身子一软 整个身子慢慢地陷进了泥潭里 不住地往下滑 一眼看就要陷到脖子了 使我呼吸困难起来 我拼命地疾呼 绝望中真的有一个黑衣人奔了过来 他一伸手 我不顾一切地抓着他往上爬 身体呢 慢慢地被拉了上来 可猛然间 我发现自己抓着的是一个没有一丝肉的手 再看这人的脸 满脸躺着些 我下意识地松开 身体啊更加快地往下滑去 泥潭已经浸到我的嘴边了 这时候 这个四人的东西 说话呢 像是在哭 赢了我的钱 一定要还 你明天就送到 坟堆尽头最后一个坟上 我们的账 一笔勾销 不然我会缠你一辈子 记住是一辈子 我呢 猛然间就惊醒了 头上是大汗连离 忙从角落里掏出这打钱 手上是止不住地颤抖着 安安下决心 无论如何 明天一定要把这鬼东西还给他 不然呢 是永无宁日 第二天一大早 我就准备出发了 可偏偏是大雨滂沱 乌黑的云在空中狂卷 天上呢 像是出现了一道裂缝 天河清闲而下 大雨中啊 几步远就分辨不出物体 我焦急地在屋里踱步 盼着大雨早些停了 去坟堆 把这钱给还了了事 可是这鬼天气啊 没有一点转情的意思 而且是越下越大 看着天色渐晚 我一咬牙 冒雨冲上了荒山了 山上的积水 顺着小路狂流不知 我几乎是半个身子 都在水里 艰难地往上爬着 雨水打在眼睛上 前面的路模糊不清 只能凭借着感觉 辨认方向 半晌呢 也没有走出一里路 我正被冰凉的雨水 冲得直打寒战的时候 忽然呢 身边出现一个小小的帐篷 门口站着一个少妇 正向我招手 我正无处躲避 也没有多想 一头就扎了进去 顿时啊 就感觉身上暖和多了 头顶的帐篷 被雨水打得叮咚乱响 这时候啊 才来得及看这个女人 这女人呢 长得很是俏丽 素花的衣裤 收拾得挺利落的 就是面色苍白 像是重病的人 我忙说 大妹子 谢谢你啊 要不是你 这可把我临惨了 这女人呢 忽然面露苦涩 说道 大哥呀 别说这客套话了 我是有事求你的 我心中一动 我也是落魄之人 他能求我什么呢 便问道 大妹子 我是个穷光蛋 不过呀 只要我能帮忙的 我还是愿意的 哪知这女人一听 立刻嘲笑道 大哥说笑了 你可是 腰缠万贯的主 随便赏我点啊 就够我过好几年的了 不瞒你说 我连现在的地儿 都是租的 再交不上钱 我真的要变成 孤魂野鬼了 我往腰间一摸 出了那包死人的钱 我分文没有 就解释说道 大妹子 你的眼可真尖呢 不过你看错了 这是死人用的钱 你用不了 那女人一听忙说 能用的 我能用的 你给我就好了 我一听 这脑袋嗡的一下 就大了一圈 难道 她也是 刚想到这儿啊 这女人突然 立声说道 男人就没有 一个好东西 总是说一套 做一套 自从我丈夫 把我打死后 我再也不信任何男人了 说话间 她脸色变得是 青一块 紫一块 很恐怖 向我扑了过来 抢我腰间的钱 这钱呢 可关系到我的性命 我死活都不能给她的 可是呢 她尖利的爪子 愣是撕破了油布 抓走了几张钱 我夺门而逃 不变方向的 一阵乱跑 身后传来犀利的笑声 很是刺耳 我停住脚步 猛然一看 正是坟堆的 最后一个坟了 雨水打在坟上 坟里啊 就躺出了血水了 任意流淌 几乎把我给包围了 我赶紧跳出水的包围 拼命地奔跑着 我知道 就差最后一张纸钱 她也不会放过我的 所以呢 我只能跑 果然不出所料 一次 我失魂落魄地走在马路上 突然 一个脸色阴沉的人 冲我过来 一把把我推到马路当中 急迟地起车 压断了我的腿 我知道 一定是那个恶鬼干的 它可以化成任何人 随时给我致命一击 从此 我见人就打 从不让人靠近 变成了惊弓之鸟 我在别人眼中就是疯子 可是我的苦衷 有谁知道呢 也许只有死 我才能解脱吧 我看到黄阿四的日记 不仅打了个冷战 他说的究竟几分针 几分幻觉呢 我正在思索 突然手中的纸钱 冒起了黑烟 自己燃烧起来 隐隐有人在笑 凄凉地笑 我顿时后脑发麻 扔下纸片 疯狂地跑了出去 自此以后 我不再研究鬼 我知道这东西 会要了我的命的 海上飘来求救灵魂 一名普通的中国商船船员 本来对那种神神怪怪的事情 不屑一顾 可是那年冬天 发生在他身上的 一桩奇异的事情 却使他感到匪夷所思 那是一个晴朗的日子 没有一丝风 我们的商船 正航行在通往英国 利物浦的海域上 我因为有事 要告知船长 便来到船长办公室 门是虚掩着的 我下意识地 从门缝往里溃去 那里面有个人 坐在办公桌前 从背影看 这个人呢 根本不是船长 头发是金黄色的 他分明是个西方人 正在船长的办公桌前 写什么呢 我们的船员都是中国人 他是从哪里来的呀 我惊诧地想着 忍不住推开门 大声质疑 你是谁 怎么进来的 那人听到喊声啊 慢慢吞吞地转过来 动作僵硬 当我看到那人的脸时 吓得惊叫一声 几乎要晕厥过去了 他的确是个蓝眼睛的西方人 可根本不像正常人 呆若目击 面无表情 脸色苍白如指 眼睛呢 眼睛呢 直直地 愣愣地注视着前方 整个身体 好像笼罩在一片雾气里 而就在这时 我感觉到一股阴森森的寒气 正向我悠悠地袭来 见鬼了 我呢 惊出一身冷汗 憋憋撞撞地 仓皇地逃跑 刚奔出办公室不远 就撞到了迎面走过来的船长 船长 你的办公室里 有一个神秘可怕的陌生人 我呢 惊鸿未定地说着 于是船长立即跟我来到办公室 打开门一看 却是空无一人 我奇怪极了 那人刚才 还在你桌子前写字呢 而且还是个老外 于是呢 我们都不约而同地 向办公桌上看去 结果奇迹般地在桌子上 还留存着那张纸 上面呢 用英文写着 向西北方向行驶 船长皱起了眉 然后他抽出纸张 让我用英文写下 向西北方向行驶 看来啊 船长是怀疑我在搞什么鬼 有意验证我的笔记 当然了 结果是证明 桌上那张字条 不是我写的 之后呢 船长又把我们船上 所有船员都集合起来 要求每个人 用英文写下这几个字 结果发现 没有一个人的字迹 跟上面的字迹是一样的 这是我们船队 有史以来 从未遇到过的怪事 船长觉得蹊跷极了 因为按照我们 现在行驶的方向 绕到向西北方向的话 最多比原来 多花三个小时 于是呢 为了弄清事情的原委 船长决定 改道向西北方向行驶 走着走着 风就越来越大了 海面上呢 也越来越寒冷了 渐渐的 一座冰山 就浮现在我们的眼前 冰山奥里 一艘客船 冻结在那里 看到我们的商船 客船上的人们 是一片欢呼雀跃 大声地向我们呼救着 其中有一个人 还兴奋地连声大喊着 吉米说的没错 真的是一艘 黄色的中国商船 船长呢 派出救生艇 把这些遇险者 一个个的 都救到我们船上来 目的 我从这些遇难者中发现 有一个年轻人 居然跟我在船长办公室 看到的陌生人 是一模一样 我几乎呢 是惊跳起来的 指着那个年轻人 向船长大喊 船长 我看到的就是他 这时 船上一片哗然 于是船长就拿出纸和笔 让这个年轻的遇险者 写下 向西北方向行驶的几个字 结果一对比 这个年轻人的自己 居然跟船长办公桌上的自己 一模一样 船长呢 惊奇地问这个怪异的年轻人 你叫什么名字 你还记不记得 刚才发生了什么 这个年轻人说呢 我叫基米 已经记不清 刚才具体发生了什么 我只记得 我所乘坐的磕船 被冰上困住后 我感到很雷 我就躺在窗上搭了个盹 睡着了 水猛中 晃晃乎乎觉得 自己的身体飘了起来 飘到一处很远很远的海面上 遇到了一艘中国商船 于是我便向这个中国商船求救 结果我真的发现这艘中国商船的航响 向我们遇险的方向试来 我很高兴 于是我又慌慌乎乎地飞了回去 当我飞到我们的客船时 我精益地发现 窝的窗上 躺着一个和我张相装束 完全一样的人 而这个人和我一模一样的人 身上仿佛有磁铁一样 把我吸到了他的身上 就在我感到和他合二为一的时候 我就醒过来了 醒来后 我出了一身的冷寒 感到十分的疲惫 他喘了一口气 继续说道 我觉得 这真的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梦 于是 便把这梦告诉了 我通行的伙伴杰克 还告诉他 这艘中国商船的模样 这真是一件奇怪的事 我梦见的商船 居然跟你们的船一模一样 这是呢 刚才那个兴奋地喊着的 吉米说得没错的年轻人 突然开口了 我就是通版杰克 刚才吉米一直睡在我的身边 没有离开过 难道是睡梦中他的灵魂 飞出去向你们秋秋的吗 哦啊 太不可思议了 几乎呢 每一个在场的人 都一口同声地惊呼起来 每一个在场的人 都被这件事情 给深深地震惊到了 这桩怪事听起来 令人莫名其妙 却又是真真实实 发生在我们船队的 虽然已经过去了很久了 但至今想起来 却还是历历在目 我一直百思不得其解 难道灵魂可以脱离肉体 而存在吗 表妹诈尸 星儿小时候呢 特别喜欢住外婆家里 这原因除了外婆家 有好吃的东西以外 是因为星儿的二表妹 住在外婆家里 因为当时二舅舅 和二婶婶呢 去外地打工了 二舅舅家里有三个孩子 一个儿子 两个女儿 二表妹最小 其他两人呢 则是被父母带在身边 由于这二表妹的年纪比较小 所以呢 把她寄放在外婆家里 想等到她十多岁的时候 再把她带出去 这二表妹呢 也是一个很懂事的孩子 她不吵不闹 乖乖地听着父母的安排 在外婆家里呢 也特别懂事 一吃完饭 就懂得收拾碗筷 星儿那时候呢 是九岁 而二表妹呢 比星儿小一岁 自然叫星儿姐姐 在外婆家住的那一段时间 最开心了 星儿经常跟二表妹两个人 大夏天呢 约好去池塘边玩耍 细水的 这白天玩 晚上他们两个孩子呢 就在外婆屋前的地上 玩沙子 天天玩得不亦乐乎 有一次 星儿跟二表妹 就玩到了很晚 这到晚上八点半了 才被外婆捏着耳朵 给拉回家了 那次呢 没少被外婆数落 不过啊 星儿跟二表妹 当然是傻笑着 接受了教训了 农村人呢 都很早睡的 一般九点半多 村里呢 就静悄悄的一片了 所以呢 当时星儿和二表妹 被外婆拉回家以后 简单的洗漱 两个人 便住在外婆房屋 斜对面的小屋子里 在床上玩了一小会儿 两人呢 就差不多昏沉沉的 睡了过去了 这第二天早晨起来 星儿是第一个起床的 她趴下床 看到自己的二表妹 还没有醒过来 自己呢 没打算叫醒她 就想着呢 让她多睡一下 就自己出了厅门了 刚好看到外婆起床 自己呢 就陪着外婆去了厨房了 准备早上的早餐 这平日里 二表妹都是家里起床最早的 从来没有这么晚过 当时都早上九点多了 星儿自己吃完饭以后呢 一个人在客厅少说都看了有两个多小时的电视了 当时外婆吃完饭以后 就去隔壁邻居家串门去了 所以家里呢 只剩下星儿一个人在看电视 而二表妹呢 还躲在被窝里睡懒觉呢 最后 星儿实在是无聊的发慌 就起身呢 想要去她们的房间 把二表妹给叫醒 结果一进去 看见二表妹 还是睡得好好的 一动不动 甚至啊 身子上好像连一点呼吸起伏都没有了 星儿走上前去 推了推她 想让她起床 可是呢 她好像跟没听到一样 继续睡觉 星儿脑痒痒 一样没有反应 这回呀 星儿生气了 想把二表妹 从床上把人给拽下来 结果一碰到二表妹的手 星儿的手呢 条件反射的就缩了回来了 还时不时地给手哈气呢 感情她自己刚才摸到的 哪里是人的手啊 简直就是一块冰块 一点温度都没有了 这下呀 星儿好像意识到什么了 对二表妹的脸是又摇又拍的 可是呢 就是不见人醒过来 这可把星儿给吓坏了 她哭哭啼啼的 跑去邻居家找外婆 可外婆来了还是一样 一样没能把人给叫醒 当时啊 星儿就看到外婆的脸色 刷的一下 全就白了 突然外婆像失去了什么一样 站在二表妹的床前 是垂胸顿足的 看样子呀 十分的难过 然后其他几个舅舅 还有几个舅母 一下子全被叫到屋里来了 现场的人是忙得进进出出 好不热闹 星儿则是在一旁 看得手足无措的 星儿看到其中一个舅舅 把二表妹从屋里抱出来 然后把人放在客厅的桌子上 那桌子的底下 是用稻草铺成的 上面呢 还盖着一张草席 而星儿的表妹呢 就被这样放在上面 整个人就这么直直地躺在上面 而星儿呢 突然意识到二表妹人已经走了 是在别人把小棺材 抬进屋里那一刻 心里那个伤心的 眼泪啪哒啪哒地往下掉 阿人们呢 都忙着二表妹的事情 也没有多余的时间 去照顾星儿了 于是外婆便打了电话 把星儿的妈妈 叫过外婆家里 把星儿呢 给带回去了 可能呢 是伤心盖过了害怕 星儿说什么 也要待在外婆家里 大人奈何不了 也就随她去了 还有一个星期左右 学校就开学了 大人呢 也就没有强迫她 星儿还是在原来 跟二表妹的房间睡觉 当时呢 不知道是外婆的家人忘了 还是怎么的 都说人死那张床 是不能再睡人的 结果 星儿呢 还是在上面睡了 这一睡 不得了了 当天晚上 就听到一些奇怪的声音 二表妹的尸体 是躺在客厅用茶几 搭起来的床上 屋外呢 自然有其他人 在守夜 头两天的时候 什么事情都没有 这第三天晚上 屋里就开始不正常地响了 二表妹的爸爸妈妈 同其他两个孩子 在第二天晚上 已经回到家了 看到二表妹的尸体 躺在大厅里 哭得特别的伤心 所以 在二表妹去世的第二天晚上 星儿就跟大表哥 还有大表姐一起 睡在同一间房里了 这第三天晚上 二表妹就入关了 棺材板呢 也盖上了 在盖完以后 大家各睡各的 大表哥睡在地上 而大表姐跟星儿 则是两个人睡在床上 当晚他们呢 因为近两天哭得多了 人呢 也早早地就入睡了 可是星儿 翻来覆去地睡不着 直到当天晚上 客厅里挂着的电子表 报两点的时候 星儿突然听到 二表妹的声音 她的声音呢 很微弱 可是星儿 却是听得清清楚楚 而表妹呢 是在轻声哭泣着喊道 这是哪里呀 好黑呀 我要出去 然后呢 星儿就听到客厅外面 传来拍打木板的声音 星儿这个时候 心跳渐渐地加速 但她呢 还是鼓足了勇气 把门打开了一条缝 她看到守夜的大人 趴在桌上睡觉 这时呢 星儿清晰地听到 那拍打木板的声音 从棺材里传出来的 还伴随着 阵阵的哭声 星儿这下 叫醒睡着的大人 然后说呀 二表妹醒了 大人以为 星儿在说谎 正要责骂她 结果她确实听到 从棺材里面 传出来哭声了 顿时被吓得六声无阻 还以为是诈尸了呢 结果呀 找来一个大师 家里所有人都被吵醒了 包括其他舅舅 也赶到外婆家里 这棺材盖一打开 只见二表妹啊 哭得是脸色通红 大人跑上去摸了一下 这肉是热的 还有呼吸 顿时大家都欢呼 好像呢 捡到宝贝一样兴奋 后来听二表妹说 那一天晚上啊 她睡着睡着 就有人在她耳边说 要带她出去玩 二表妹呢 答应了 想都没想就答应了 然后啊 那个人就带着二表妹出去玩了 他们去了好多地方 玩了很久 然后二表妹就说 她要回家了 结果呀 那个人不肯让二表妹走 二表妹也不管了 就拼命地跑 然后醒来 就发现自己 躺在一个密闭的地方了 里面好暗 她害怕就哭了 后来呢 就有人打开了盖子 然后呢 就看到自己躺在棺材里了 二表妹说的也太离奇了 但也不无例外的时候 反正香儿的二表妹 现在啊 还是活生生的一个人呢 这梁大叔啊 是一位老实人 他工作呢 勤勤恳恳 任劳人员 他是这连绵数座大山的守山人 也是唯一的一位守山人 毕竟啊 这工作 工资才八百元 在城里 可是最低的收入工作了 这工作呢 不仅辛苦 而且这深山老林的 根本没有什么像样的娱乐 耐不住寂寞的人呢 根本就干不了这活 刚开始工作时呢 山上只有一间小的茅草屋 连生活用水 也是要到一公里远的小溪 才能挑到 晚上呢 点的是松油灯 居住条件是相当的艰苦 不过后来市林业局 给守山工作者改善工作条件 梁叔这工作站呢 也建起两间像样的瓦房了 也曾有过几次 局里呢 委派两个有朝气 有活力的年轻汉子 来到这里工作 可是他们呢 没有哪个能挨过两个月的 都离开了 有个小伙子 甚至只干了一周的活 就忍不住逃跑了 从此梁老叔 再也不提让领导 派人过来的事情 梁老叔 用盖房剩下的砖头和水泥 在房子旁边 修建了一个七八方大的水池子 又花了大半个月 从山上啊 挖了一条两里长的小沟 引来了山泉 当然 山泉水呢 只有在比较多的雨水季节 才会有的 平时多数的时候 这水池里的水呢 还要靠它到一公里以外的山沟小溪 去挑才行的 梁老叔在平房墙后 开挖了好几块菜地 平日空闲的时候呢 种种青菜瓜果 还养了几只小鸡 倒是啊 乐得自在 梁老叔 有一杆猎枪 在平日护理山林苗墨的工作之余 带上那只比较听话的猎犬 到深山呢 打打猎 是他最为高兴的事情了 至于那只比较凶的 见什么就喜欢吼叫的黑狗 他只有让它守着家门口了 家里二老的身体呢 都很好 有两个儿女 大儿子上了三年级 小女儿呢 才上了一年级 家里虽然不富裕 但两个小的都争气 学习呢 很好不说 平时也能帮着爷爷奶奶 干点力所能及的家务 妻子小青 是世皇位工作局的 一位年轻清秀的清洁工 很贤惠孝顺 把家里呢 管理的是井井有条的 虽然因为工作关系 梁老叔每年 才能回家那么十来天 夫妻两个见面的时间并不多 但是呢 小他八岁的妻子 并没有任何怨言 每个月 梁叔会到十几公里的小镇 把他那份为数不多的工资 都寄给家里 毕竟呢 他在山里工作 种种果蔬 吃喝什么的 都不用花钱什么的 而平日打猎 打到的野味 还能拿到镇上卖钱 当然 那几棵果树 还有多的吃不完的蔬菜 也能给他挣到一点生活的补助 有一段时间 山里下了一场暴风雨 又一连下了几场中雨 于是呢 这山镇的有限电话 就断了线了 也因为这样 那个月 老梁叔啊 到山镇给家里寄钱时 就没能给家里打电话报平安 到了第二个月 这断线的电话 也没能及时抢修通讯 虽然家里知道梁叔 还在给家里寄钱 应该呢 不会有什么大事 可最近两个月 得不到丈夫 在深山里的情况 妻子小青呢 还是很担心他的 家中二老 虽然没有说什么 但他们同样 对儿子的情况 还是担心 于是小青就跟单位 请了一周的假期 决定到丈夫工作的地方 看望心爱的丈夫 也给丈夫带去一份惊喜 跟家中二老交代以后 梁嫂给丈夫买了一些生活用品 一些食用的下酒菜 就出发了 可是啊 梁嫂在半路上 遇了车祸 车子滑到路边的深沟里去了 二十几个乘客 只有五个幸运的生还 可是善良贤惠的梁嫂 却不在这五个幸运儿之中 当远在城里的两位老人 接到交警的电话时 得知儿媳妇出车祸 已经离开人世世 犹如晴天霹雳 大娘当场就晕倒了 大伯知道 儿子跟儿媳妇呢 虽然不像别人说的什么 轰轰烈烈的爱情故事 但是呢 他老人家却知道 他们之间的感情 是很深很深的 本来儿媳妇之死 应该通知梁叔的 但是梁老担心儿子 知道儿媳妇去世 会受不了打击 所以啊 这儿媳妇车祸身亡的事情 他们就打算先瞒着儿子了 至于儿媳妇的身后事 就有他单位简单给包办了 这事情呢 过去了小半年了 梁叔照常每个月 给家里寄钱 也跟家里两位老人报平安 梁老拨告证儿子 儿媳妇小青回娘家去了 听说呀 是娘家那边 给他找到一份更好的工作 不过呀 请他安心工作 两个孩子 两个老人会照顾好的 他们兄妹呀 挺好的 梁叔请两位老人 注意身体 并说过年的时间呢 加班 局里给百分之二百的工资 所以呢 他打算过年在山里过 请老爸老妈 不用担心他 二老对儿子的决定 很是支持 也不用担心儿子 回家过年时 被他知道啊 儿媳妇不在 而身受打击了 梁叔工作更卖力了 还弄了一个猪圈 养起了三头小猪子而来 因为呀 他现在不再是一个人了 自从几个月之前 妻子小青 谎称呢 回娘家 做其他工作以后 就偷偷的 跑到山里来陪他了 梁叔呢 虽然担心二老在家里 照顾不了两个孩子 不过在后来电话里 听到二老啊 都很好 两个小孩 也更懂事了 也就不计较妻子 不回家了 妻子小青呢 负责梁叔的 饭食和生活起居 梁叔就有更多的时间 投入工作之中 梁嫂呢 除了帮梁叔做饭吃 还负责 喂鸡喂猪什么的 现在鸡舍 已经有原来的七八只 变成了二十几只了 光养殖这一项 他们夫妻俩呢 这半年以来 就净赚到两千块钱呢 唯一令梁叔不满的 就是梁嫂这半年来 很少跟梁叔亲热 理由啊 是担心会怀上孩子 那可是违反国家计划 生育政策的 梁叔在深山里呢 有度过近一年的幸福生活 现在他每个月 给家里寄钱 比以前多了两百多元 可是有一天 梁叔在城里单位的 一位同事 将老乡 赵叔 来山里探望他 但这一来 却结束了 他的幸福日子了 原来赵叔 跟梁叔关系很好 因为他们俩呢 是从同一个村子出来的 梁叔这个工作站 之所以被局里领导关住 最终啊 建起两间平房 和拉了电 都是赵叔啊 在局里帮忙的 而梁叔的妻子 外出出了事故 不幸身亡的事情 赵叔也是知道的 再得知他过年 也没有回家过春节 心里呢 很是担心这位老哥 是不是因为嫂子过世 才这样的 所以这不 工作半年 可以要探亲假事 他就跟局里领导 要来十天的探亲长假 来着深山老林 探望梁老哥了 这赵叔的到来 令梁叔很是高兴 赵叔看到这位老哥哥 在这森林工作站 竟扬起那么多山鸡 还有三头小猪 前后呢 几块菜谱 也种满各种蔬菜瓜果 笑道 哎呀梁哥 看来您一个人在这里工作 很开心轻松嘛 小弟还担心 嫂子出事故以后 你会想不开呢 看来啊 是小弟起人忧天了 这梁叔就笑道 哎老爹 你说什么废话呢 你嫂子 他一直跟大哥一起 好好的能出什么事啊 你小子 这是诅咒你嫂子的吧 小心老哥我揍你啊 这赵叔道 梁哥 难道你还不知道 嫂子在一年前 出车祸已经不在了 难道是老爷子和大娘 怕你伤心没跟你说 梁叔当时就生气了 说道 哎 赵老弟 你说的真的是越来越不像话了啊 你嫂子这一年 一直在山里陪着我呢 这些小鸡和猪仔 都是他提议才买的 他怎么可能出什么事呢 你不要胡说啊 赵叔也觉得呀 这事有蹊跷 说道 梁老哥 您说的都是真的 那你请嫂子出来 跟小弟我见一面 那我可就信你了 于是梁叔呢 就跑到另外一间房子里 喊妻子出来 见见这位老乡 赵老弟 可是这屋里啊 却静悄悄的 没有任何回应 他跑进屋里 可是陪他生活一年的妻子 却怎么也找不到了 梁老叔在床头的枕头上 发现了一张信封 当他打开那张 用红笔书写的信纸 看完上面清秀的字体和内容 一下子摊坐在地上 两行青类 不由自主地就留了下来了 好了 这就是我为你讲的鬼妻的故事